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是一个非常浩大的视频 从我录视频以来 除了每次搬家的时候会丢掉一小部分的衣服 平时这个衣服就是基本上是不会整理的 就可能就是不然放在那里 很多衣服都是全新还没有拆过吊牌的 我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我今天就是准备一部分送给你们 然后一部分捐赠 然后我觉得不管哪种房子 都是我的衣服们的一个很好的去处 我先从夏天的收呢 还是从冬天的开始收呢 怎么没穿过呢 今天夏天没穿的话可能也不会穿了 收掉了 我买它干嘛 捐赠还是 这是一个连帽的毛衣 这是有吊牌的 这是有吊牌的 然后背面 这一件我都没穿过 哈利波特的这个 没有穿过一次好像 这一件我买了也没穿过 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白色衬盘 我是不是买一点这个东西啊 它是个皮的东西我会泡 然后它是量不太好 这个扣子已经掉了一点点了 但这种留在外套我有四五件一模一样的 我自己可能有时候都搞不清楚 我的衣服太多了 太多了 我后面还有呢 这几件还是有点点区别的 我有些一点区别都没有 嗯 要送的一件是一个 这一件 这两件 这件它就是比较短 一次都没有穿过 是一个这种灯心绒的一个外套 然后它背面是这样子的 西红丝炒蛋 这还挺好的 这件挺贵的 你们知道吗 它是没有电间的 这个我也才穿过一次 很早期很早期视频的一个 从半高领 然后袖子这里还有这个 两银丝 这件也是哈利波特的一个联名款 很新 然后吊牌也还在 是 这件裤子很不好穿的 我要当什么来的 这是我去年冬天买的衣服 这个印字印花的部分为什么会变成 白色变成了这种颜色 褪色了吗 是染色了 然后这个袖子的部分特别好看 对就是但是我一直没穿它 它是这种短款的 是Stananda的 大学的时候买的 它保存了五六年 然后这件我一直没穿 中间买的外套都挺好看的 哎 哦 不准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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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不可以 你不可以 好吧好吧你去玩吧 然后这里还有一缸东西 这是裤子 这件是我上一个视频也出现 然后 FYP 又送了我一件一模一样的 哈哈哈哈 然后这一件就送你们好了 迷惑行为 就是我不知道我买这种 灯芯绒的裤子 我根本又不穿 这外面的裤子是我比较能觉得的一个部分 我那里面已经清掉了很多牛仔了 但是这外面怎么还有这么多牛仔 这件我没有穿过它 对 袖子部分是这种拉链还有这种印字 对 然后 这件其实很舒服 但是我一直放到里面穿 这件有个吊牌夹的 但是没穿 它是一个这么长的一个 那边是做一种毛边处理的 这边的话我等会就是准备叠一下 收拾一下叠好 然后 就送到楼下的回收箱去 这边也很新 然后但是这边的话可能说更适合 就是因为它这边都是基本上面都是有吊牌的嘛 就是可能更适合说如果有喜欢的同学 就可以跟我说 然后我就把它们送给你嘛 对 这是第一批我们准备掉下去 因为我们拿不了那么多 这边是处理流程